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得不承认咱们中国人其实是非常聪明的 这款最初抄袭了脸书 Snapchat and Instagram 等等西方社交媒体软件弄出来的这个玩意儿 即各家之所长于一身 再加上一堆聪明脑袋绞尽脑汁弄出来的这些算法 想尽办法让你尽可能长时间的留在这个上面 于是TikTok彻底俘获了欧美青少年的心 一款完全由中共开发的 所有的用户的后台数据都很可能会掌握在中共手里的 有几亿人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手机应用软件 在美国在西方大行其道 这个就好像是很多有识知识警告的那样 这是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的 但是说到这有人该反对了 反对 说不对 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曾经指天发誓 他们绝不会将用户的数据资料交给中共的 中共的话你也信 果不其然 昨天美国媒体福布斯报道说 字节跳动与中共的宣传部门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数百位高层的员工都曾在中共党媒里面任职 福布斯近日调查了数百份 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员工 在求职社交平台LinkedIn上面的履历资料后发现 该公司至少有300名员工过去曾在央视 新华社以及环球时报工作过 其中的15人更是同时受雇于中共官媒和字节跳动 脚踩两只船现在 就是说他们同时在为这两家企业工作 其中TikTok的一名内容战略经理 内容战略经理管理这个内容 此前曾经还是新华社的首席记者 党媒的首席记者 所以刚才反对我的那位同学说 站起来 你现在觉得字节跳动和中共的关系 是不是有点那个了 針对福布斯的这篇报道 字节跳动和TikTok都没有表示任何的质疑 说明人家说的是真的 而文章中提到的这300名来自中共宣传部门的高级的员工们 也没有任何一个站出来否认报道对他们的指控 而这篇报道中所提及的那些中共的官方媒体 新华社央视等等也没有发出任何的回应 福布斯这篇报道的真实性 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LinkedIn上面什么都有 人家都做过大量的调查 想赖账也不太可能 但和以往不太一样的是 中共一直以来就非常希望 从社会层面大举渗透美国 所以他们砸大钱渗透美国的媒体 砸大钱发广告 收买报纸写手 电视制作人等等 希望进一步占领美国的媒体和舆论阵地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来 帮中共说好话的节目 说好话的文章 各类变相的宣传 帮中共洗地的那些老外 越来越多了 在美国 当社交媒体崛起之后 中共更是不遗余力的争夺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影响力 中共在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和Twitter这些大平台上面 那是慷慨砸钱 但是说实话 性价比不是很高 收效不是很理想 因为你想这些平台 毕竟掌握在人家美国人的手里面 对吧 你砸再多的钱 能起到的作用毕竟还是有限的 直到TikTok诞生 TikTok抖音 这是中共的企业弄出来的玩意儿 是吧 母公司在中共 而最重要的是 它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了 中共躲在巨大的阴影里面 得意的凝笑着说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TikTok这个平台 实现对美国年轻一代的掌控 所以我们就又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中共在其他平台上 你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中共那些账号 你在Facebook上 你在Twitter上 你在YouTube上 你一看就知道这大外宣的账号 这太明显了 他们很多那些主账号明晃晃的就放着 甚至头像就放着中共的血旗 是吧 或者就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 这非常明显的口号 一看就知道 就是说共产党在其他媒体平台上是不遮不掩的 你一眼就知道这是中共的账号 甚至像央视啊 新华社人家就直接写着这新华社的平台 是吧 一看就知道 而且这些账号也非常活跃的发布和中共相关的很多消息 感觉就是央视和人民日报在海外平台上的这个代理人 毫不掩饰 但是 他们在TikTok上的表现就截然不同了 他们很低调 很安静很温柔 他们改头换面 他们的很多账号你根本就看不出这是中共官方的这个宣传账号 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和其他人的没有太大的区别 好玩的 好吃的 有趣的 喜闻乐见的 流行的 火爆的等等等等 但是 他们会潜移默化的放进很多软性的内容 告诉你中国很好 中国很繁荣很有趣 很公平 很现代化 很适合你来这发展 很适合你来这生活 而我们看到的这个这个很多中国社会的那些种种的问题 是吧 中共政权欺压百姓的种种种种 什么铁链了 唐山了 什么新疆集中营了 什么法轮功了 民运了 迫害异见人士了等等 什么封城了 防疫了 大白了 这些你在TikTok上你是看不到的 哎 渐渐渐渐渐渐渐的 用户会改变对中共国的看法 渐渐对中共国充满向往 对中共的价值观 不但接受 而且充满了期许 润物细无声 为什么美国的左派青少年这么闹残 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么向往 哎呀 就是这些东西润物细无声的 潜移默化的改变他们的价值观 对吧 中共除了利用TikTok对美国进行文化渗透 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之外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 收集盗取美国人的个人资讯和各类敏感的信息 今年6月份 美国媒体BuzzFate News曾经爆料说 字节跳动的中国员工曾经多次偷偷访问 美国TikTok用户的敏感信息 而TikTok的前员工也曾爆料说 字节跳动 在其新闻应用TopBuzz中 经常向美国人推送支持中共方面的信息 而就在不久前 彭博社还曾报道过一个消息 2020年中共要求在TikTok上设立一个隐形宣传的账户 以便于中共的对外宣传隐形宣传 看不出来是在宣传 哎呀 现在这个所谓的手机网络时代 真的是防不胜防 对吧 一旦邪恶的势力掌握了高科技手段 他们能做出的事情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前几天和一个做网络技术的朋友聊天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把手机放到身边 放到沙发上 然后你和家人聊天 手机不用管它放到哪 你和家人聊天 第二天 你用手机上网 或者看YouTube的时候 这个在网络旁边 在这个文章旁边 和YouTube中间的广告实践 广告时段 蹦出来的广告 就会跟你昨天晚上和家人聊天的内容有关系 比如说你和家人在商量 咱们搬新家以后 要买什么家具 怎么装修房子 等等等等是吧 第二天你看到的广告 就会是什么居家装修 家具的品牌 等等这些广告内容 甚至是油漆广告的内容 不幸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 把手机放到旁边 你们就聊天 你看你第二天的手机上出现的广告 是什么内容 其实这个手机就是一个窃听器 哪怕你关机了也一样 你在那聊天 人家远远全听得真真的 全听在耳朵里面 再加上现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等等等是吧 人现在要想保证个人资讯的 这个绝对安全和私密性是越来越难了是吧 所以怎么办呢 中国古话讲的君子不期暗示 在被人的地方 在人看不见的地方 你也别做亏心事 这样就不会被别人抓住把柄 另外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 这也是我那个朋友跟我说的 就是千万不要连上那些公共的WiFi 就是我们在大商场里 在飞机场 甚至在一些咖啡厅里面 他们都会提供免费的公共的WiFi 是吧千万别连千万别连 很容易被有心人侵入你的手机里面 盗取你的个人资讯 什么邮箱密码 什么银行卡密码等等 以前曾经连过的赶紧改密码 把你那些重要的这个这个东西的密码 全部改掉是吧 安全第一 好 这是个题外话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想聊一聊 就是昨天节目里我跟大家说了一个消息 就是近日呢 五家中共国最大的国有企业 中石油 中石化 中国人寿 中国旅业和上海石化 相继宣布 从美国纽交所退市 很显然 这五家 中共的国企集体退出美国资本市场 肯定是 背后是中共所做出的决定 是吧 它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决心不再努力维持 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了 哪怕是这么脆弱的关系 哪怕是这个至少表面上看上去 还过得去的关系 也不想再继续维持下去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段时间 这个是个什么样的时间啊 是吧 正是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 刚刚开完嘛 所以这波退市大潮 还说明了一些中共政局的一些问题 根据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数据 截止到今年三月份 总共有261家中共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 那么总市值大约是1.3万亿美元 在美国上市的这些公司啊 你就必须接受美国的会计监督委员会的这个审查 尤其是在2020年的5月20日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进一步加强了对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的监管 其实啊这个法案就是针对中共国的企业提出来的呀 就是中国公司针对他们提出来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共这些上市企业普遍弄虚作假 那些账务普遍存在账目这个造假的问题 是吧 最新鲜的一个例子啊 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咖啡连锁店瑞幸咖啡 2019年5月瑞幸咖啡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 就是公开的IPO 当天就筹集到了5.61亿美元啊 一时间是风头强劲 但很快一年之后的2020年的4月份 该公司财务造假的丑闻就被揭露了 在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中显示 该公司涉嫌伪造高达3.1亿美元的虚假销售额 弄虚作假吗 就2020年的5月15日 瑞幸咖啡被纳斯达克除牌了 所以从瑞幸这一家公司就可见一般的 几乎所有的中概股企业都存在类似这些问题 所以美国人将这些中共国的上市企业踢出去 是早晚的事 但同时这些企业还面临另一个压力 这个压力是来自中共 因为这些企业在美国上市 你想上市公司 所以大量有关该企业的数据 资讯 特别是内部数据 员工资讯 以至于这个公司的核心的一些机密 在接受美国人的监管的同时 就不得不你成交给美国人 被美国人都知道了 这下中共就觉得 呵 美国人知道的太多了 所以中共又心里很不安 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深陷和江派的激烈的斗争中 在打击江派人马的同时 也在同时收割江派扶持起来的那些巨型大公司 大企业的收割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 习近平派系 非常不希望这些公司的内部核心机密 真实的那些账目 真实的实力 以及等等背后的这些名单 等等这些东西被美国人掌握 但是由于这些企业和国际资本 已经产生了水辱交融般的密切的关系 所以中共也在想办法最大限度的维持双方的关系 既不撕破脸 但是也别搞得太过分 今年初 英国《金融时报》曾经透露 美国会计监管机构和中共的监管机构一直在进行接触 中共方面也有意做出妥协 以避免中概股全面退市 毕竟牵连到那么多的资本 今年4月初 中共证监会还曾表示 打算修订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的相关保密和档案 管理规定 明确企业信息的安全责任 展现出了想要积极配合美国 为实施跨境监管提供便利的这样一个合作的姿态 但是 据外界分析 怎么今天也变成这样了 据外界分析 很可能就是这次佩洛西访问台湾 以及近期一大堆的事情 一下子就激怒了中共的高层 决定不再妥协 与其被动的等着美国监管部门 把中共这些企业 全部翻个底朝天都给踢出去 那还不如主动退场得了 于是就有了五家国企宣布退市的动作 陆续还有很多中概股都要退出来 另外 根据时政分析人士 博迅专栏作家张杰 他有一些分析很有意思 我觉得 他认为 象征中共分配权力蛋糕的北戴河会议刚刚结束 这五大央企就立刻宣布退市 这应该是中共元老和习近平博弈之后的一个结果 从这件事 张杰他得出的结论是说 这个习近平已经完全胜券在握了 为什么呢 他的理由 第一是说如果元老还能够控制习近平 那应该会采取较为缓和的手段来继续维持美中关系 尽量不要和美国这个闹掰 但这五大央企集体退市的动作显然表明中共已经放弃了和美国妥协的策略 就是中共元老对习近平已经不再具有掌控力了 习近平就是想从美国退出来 习近平怎么就想搞这个闭关锁国的感觉上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中共未来将不再奉行以美国为中心的原则 因为中概股在美国上市不仅涉及这些资金 也意味着中国公司必须服从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法律的监管 必须遵循国际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 而中概股大撤退则意味着中国经济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行将终结 而习近平所提出的 政治上以政治安全为中心 经济上以国有企业为主体民间企业为辅助的内循环的经济体制模式呼之欲出 要搞内循环 中共四十来年的改革开放基本宣告终结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习近平二十大连任已无悬念 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元老阶层已经无力撼动习近平的权力 所以张杰认为随着北戴河会议的结束 中共二十大权力斗争已经告一段落 习近平大概率将昂首阔步的进入第三个任期 中国社会全面转向深度集权 一个更加黑暗的时代即将来临 张杰的这个结论有点悲观 有点悲观 但是不过看起来好像真的就怎么回事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张杰以及广大的朋友们 共产党就好像是一个试金石 他不过是来测试人们人心的这个善恶 和我们捍卫正义的勇气的一个试金石 今天的这个时局像极了电影《魔戒》的最后 善良的弗朗朵已经将魔戒送到那个摸朵火山的火山口了 只要扔下去魔王就要完就会完蛋 是吧正邪大战就剩了 就在这个关键的档口另一边 正邪大战激烈异常 正义的一方已经被看似不可打败的魔王大军 是团团包围围的是水泄不通 感觉很快就要失去希望了 最黑暗的档口 然而神最终掌握着这一切 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正义善良的人 此时的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守住善良鼓起勇气再坚持再坚持一下 我们一定会看到黎明续日的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新闻最差点咱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